出个胆视频 说一下 今天新买了个罗技G703游戏书标 这个书标是 460块钱 450块钱买了 而这书标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后边配重块的问题 然后大家看别的视频都能看 它是一个金属的 金属的东西卡在里边 然后这个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信了吧 信了配重块 从盒里取出来之后 表面全是鸡油 再一个是 就弄了一手鸡油味特别大 然后再一个就是取下来不好取 就这个东西你得拿一个 拿一个尖锐的东西给它扣下来才能取得出来 然后如果不放配重块的话 这个书标就特别轻 然后用起来就 塑料感很重 看起来特别廉价的感觉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以前用了罗技这个沙发书标 M525 然后罗技这个沙发书标525呢 它后边有一个这个橘黄色这个表质 就是罗技的只要是有橘黄色表质 就能把它那个接受器同意到一个上 然后是罗技这个呢 这个G系列键盘书标 它又是一个额外的接受器 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两个书标想一起用的话 我得擦两个接受器 为什么我想一起用呢 首先这个G系列这个滚轮滚一下 它就以下以下是以下 但是M这个系列它就能以直的滚 而且M系列它是把网页的前进后退键 放在滚轮上可以左右左右补 左右调 但是这个G系列它就把这个按键调在侧面这个了 然后就让我很不习惯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G这个书标呢 我用了夜晚上四五个小时吧 然后掉了百分之十几的电 也就是说这个书标我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就要凑一次电 但是这个525呢 我换两块A电池 就我们原来说了五号电池 我差不多能用一年的时间 就忘记它没有电了 但是这个G起零散就一直提醒我它没有电了 这个就让我很抓狂 我本来买个无线书标 就是享用它那些馅儿乖费金了 你现在天天让我擦线充电 擦线充电 是鼻子我买那个七八百块钱 那无线充电书标电吗 让我有点很不满意这个 然后再用两天 我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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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